北京时间8月5日,2018年羽毛球市锦赛决赛日,第一场日双决赛,日本组合松本玛游泳园,可可娜对阵队有扶导游记广泉采花,松本玛游泳园和可娜在19021输掉第一局的情况下,21-19。 22-20实现2比1的大逆转,成为41年来首次获得市锦赛女双冠军的日本组合,恭喜这队分别都只有22岁的日本选手。 赛后的板奖仪式上,南京青澳体育公园体育馆,内生起,和三面日本国旗。 女双冠军亚军都是日本组合,日本的田中至岁女员小春和印尼的波利拉哈游并列获得铜牌。 中国女双在市锦赛上已经获得了14连冠,但北界比赛只有陈青澄甲一晚打尽八强。 她们在八强战中以21-23,21-23输给印尼的波利拉哈游,金牌。 中本马右永远和可纳日本银牌,福岛游记广天采花日本铜牌,波利拉哈游,印尼,田中至岁女员小春,日本八月五日决赛赛成,十三,零零女双。 中本马右永远和可纳日本二抗一福岛游记广天采花日本十四点混双,正四为黄甲雄,中国VS防疫绿黄东平,中国十五点女单,马连西班牙VS新的呼应都十六点男单。 时与其中国VS陶田咸斗日本十七点男双,加春天日元天起舞,日本VSH会流宇晨中国中国体育直播队Hibo.tv正在全程全场次直播,2018羽毛球式锦赛。 8月5日,独球菜人正在做客中国体育直播间,解说五场决赛,与球迷们一起为国语加油。